我們上課的話呢 這裡面的話基本上都會有練習檔跟題目檔 那這個當然你們每一次上課 就自己再把它打開 所以上一次上課的話是102、104、106 那今天的話呢也許 我們今天接著繼續再來看一下108 OK 108其實 應該蠻簡單 光看題目應該就覺得還蠻熟悉的 九九層法表嘛這應該沒有人不會吧 OK然後這九層法表他其實主意 這一題主要做什麼呢 當然第一個啦 我們把題目稍微了解一下 他其實每個題目都還蠻人性化的 他會先告訴你說 他這個考試到底要考你什麼東西 那這個地方的話他有一個敘述 他說那個什麼洋洋小學的老師想以 以Sale製作一個九層法表讓學生背誦 OK也就老師希望用以Sale畫出那個九層法表 畫出應該大家都會背啦 只是說那表中公式的話呢 上方是背乘述 然後左邊的話是乘述 那什麼叫背乘述啦 什麼叫乘述啦 其實我也不是那麼清楚 那你Google查一下那個維基百科裡面就 就是那個九層法表 前面那個數字就是背乘述啦 後面那個數字就是乘述啦 OK啊你說真的啊 你隨便抓一個人來問喔 到底那個乘法的前面是乘述還是被 其實大部分應該都回答不出來 不過沒關係齁 你大概知道要前面是背乘述 後面是乘述 OK 然後呢他希望說呢 最後呢用格式化條件 把那個對角線 把它填顏色 OK 大概這樣啦 那他有個敘述 反正就大家瞭解一下 他有這個需求 那作答的須知這個跟前面一樣 最後另存新檔的時候就把它存成EXA01 存在那個將來如果考試的話 他會在C碟底下會有個這個目錄啦 NS.CSF的一個EXA01 那將來你就把這個檔案存在這個資料夾 裡面就OK了 反正就按照題目要求去做動作 應該就不會有什麼太大問題啦 那剩下來就是說呢 我們根據他的設計項目 一個一個把它回答 那這一題的話 總共會有這幾題 總共我們123 設計項目的話總共有三個動作啦 所以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把這三個動作呢 分別完成 那首先的話我們先看一下那個 第一個動作到底要我們做什麼 他說要在B4到J12 OK 所以請各位先把那個練習題先打開一下 練習題 我們一樣找到那個108 EXD01這一題 那打開之後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上面有個啟用邊記 反正打開等一下 OK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 99乘法表 那其實喔 99乘法表這個地方他就是希望說 在這個範圍 B4到J12到這裡 反正這個範圍內就是要產生所謂的99乘法表 那所謂的99乘法表其實規則很簡單嘛 上面是被乘數 然後中間加一個乘號 然後在乘上這個叫乘數 然後把乘7把它加到等號後面 所以最後這邊應該是喔 這個不是叫你用自己手動喔 不是說你用自己在那邊1乘 我先用那個 小寫的X 1乘1等於1 當然你用第一個輸入這樣OK 可是你第二個還要輸入第三 那不是要輸入9981次 那很浪費時間 所以他是希望說利用公式 那這個公式要怎麼下比較OK啦 當然第一個喔 直覺一定是等於什麼 等於上面這個叫被乘數 OK把被乘數的資料呢 先放在串在前面 那就會出現1啦 然後中間的話呢 就要串接一個乘號 當然乘號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先用小寫的X啦 OK待會我們需要把它改成 它裡面有一個固定的字 而且還要用插入字圓的方式 來那我們先用一個小寫的X好了 假設中間乘號用X來 小寫X來表示好了 1乘上X 當然你輸入完 你還沒輸入完 其實你可以打勾啦 你可以看有沒有1乘多少 有沒有然後後面的話呢AND AND什麼呢AND1 這個1嘛 然後再等於等於的話就在AND 一個等號 所以一個等號的這個字 要讓它顯示的話 那一定要AND一個等號 OK你沒把它打勾一下 有沒有1乘1等於 然後後面的話就乘7 相乘的結果就AND什麼了 上面的資料 在乘上乘的話是一個信號 有沒有 然後乘上這個A4的資料 就兩個相乘的結果 就乘7嘛 然後打勾AK 那這樣的話可以看到1乘1的 但是問題目前只會出現一個 如果這個時候我希望向下向右 它可以一次完成的話 那應該怎麼 那你現在應該向下填滿 應該不OK啦 因為向下填滿的話 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呢 它一定會出現Value錯誤啦 那為什麼Value錯誤呢 因為你向下填滿的話 這個位置 B3的位置一定要固定 可是如果你向下填滿 特別重要 如果你在Excel裡面向下填滿 它有一個固定的規則 就是它一定會把裂號加1 裂號 裂號就是B3 有沒有 這個公式裡面的B3的3 它向下一個它就幫你加1 向下一個幫你加1 這固定的喔 你說老師這可不可以變 理論上是不能變 因為它裡面固定 你只要向下填滿 它一律加1 但是如果你不希望它加1的話 那怎麼辦 應該知道吧 反正就在哪一個裂號的前方 加什麼 加一個錢的符號 那就表示說你向下填滿 它就不會幫你加1 所以我們把公式裡面的B3 一律加上錢的符號 裡面這公式裡面剛好有兩個嘛 所以我們先把第一個前面加一個 第二個也加一個好了 OK這樣子打勾一下 那你會發現如果你在3的前面喔 只是加了一個錢的符號而已喔 OK啊最後有沒有不一樣 向下填滿看一下 結果就是OK的 為什麼 因為你不要讓第三列變動 因為我們主要是針對B3這個被陳述 來取得資料 那如果你向下填滿變動 那當然資料一定會不一樣 一定會不正確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公式喔 只有把剛剛的公式喔 再加上兩個錢的符號 哪個地方加錢 在B3的3前面 加上錢的符號 那就OK了 好 但第一個階段OK囉 可是第二個階段還有 我們還要向右填滿 有沒有 還有右邊的一到 往右一到九 當然啦 目前如果你向右填滿的話 一定也不OK 為什麼不OK呢 那你一拉你一定會發現喔 還是全部錯 OK那錯的原因為何呢 應該可以知道那個意思吧 為什麼錯 剛剛向下填滿喔 是裂號會自動加一 可是如果你向右填滿的話喔 這個時候就不是裂喔 向右是藍喔 所以如果你向右填滿的話 你會發現喔 其實你們觀察一下 向右填滿為什麼會出錯 你就把游標放在 這個C2上面就知道了 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應該要引用的是這一藍 A藍對不對喔 可是你向右拉過來 你會發現A4喔 它會自動幫你變什麼 變B4 再過來一個 變C4 不對啊 如果你假設變成B4的話 那上面基本上並不是什麼 什麼1 2 3 4 5 7 8 9 而是那個公式的結果啊 那怎麼辦 所以喔 如果假設喔 你不希望向右拉的時候喔 那個A藍會變B藍的話 因為它這個也是固定規則 反正向下就是列加一 向右就是藍 藍向下一藍啦 OK不能加一啦 就變A藍就變B藍 那如果你假設你不希望喔 它改變的話 那一樣的道理 欸怎麼辦 其實只要做一件事就好了 把A前面怎麼樣 加上錢的符號就OK了 然後呢 這個後面有個A嘛 有沒有兩個A4嘛 所以一樣 加兩個錢的符號 所以請你在A的前面 再加上錢的符號 然後呢最後打個勾 打勾之後的話呢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只要你向下跟向右喔 那結果會不會OK呢 欸你有沒有發現 得到的結果呢 欸就是一個很正確的九九成法表 OK喔 我不知道你們熟不熟悉這個東西啦 那這個錢的符號你不能亂加喔 像很多時候應該常會用到啊 不過有的有的時候喔 有的人習慣是兩個 加兩個錢的符號 就是不管藍列都鎖啦 其實我覺得在這邊 理論上不需要兩個 而且你把它兩個都鎖 反而會出錯 為什麼呢 你不該鎖的 你把它鎖起來喔 欸將來還是會有問題喔 所以你可能要知道一下喔 好那把剛剛的重點再回顧 一 我們這個原來是沒有加這個錢的符號 所以原來喔 B3這個地方有沒有 B3的地方 你向下填滿會出錯 然後A4的A 前面加這個錢的符號 也會出錯 所以我其實是先把什麼 先把公式先做完 然後呢 在這個上面加兩 加四個錢的符號啦 兩個是B 兩個是3的前面 好所以那為什麼要加3的前面呢 主要是因為我不希望 第三列的位置喔 向下它就加1 所以我在3的前面呢 把它加一個錢的符號 然後再來的話 向右不需要增加的話 那就是A的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OK這邊的話 A的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那這樣的話喔 就是我們最後第一 我們的那個九指折馬表的一個公式了 所以你把它向下 好向右喔 那這樣子 就可以得到第一階段了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先把這個九指折馬表的部分喔 先做出來喔 OK這樣 怎麼樣 請各位先試一下喔 這個還只是第一個 第一個step喔 那這個 當然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有觀念喔 以後再做處理這個表格資料的時候 也比較不容易出錯 因為很多時候喔 用到所攔所列這個概念 其實是相當 相當常見的 OK 所以這個一定 這個觀念一定要非常清楚喔 那另外的話 還有就是說 你說老師那是不是有些地方一定 藍跟列前面都有錢的符號 對 那什麼時候會用到 就是說你不管向下向右 他都不會動的話 那你就是把他前後都加錢的符號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後面也會有 像其他的那個考試題 也會有兩個都要鎖住的 就是你像不管向下向右 他就不動如山就對了 反正他都不會動 那就是前後都加錢的符號 OK 這個還蠻需要這個特別的熟悉 假如你不清楚這個的話 試一下 那他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還沒結束喔 他是希望說把 因為我們剛剛的符號 是直接先用那個 X小寫來代替 但是他這邊的話 有一個題目需求 他這個這個地方的符號有沒有 其實並不是一個X小寫喔 我只是因為我為了方便 我先把他用一個X 這個小寫X來代替 他其實是他說 這個其實是一個什麼呢 一個unicode的一個字緣 而且他的代碼他還給你 叫00d7啦 所以待會還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小寫的X改成那個什麼 00d7的這個符號 那你這個00d7的符號怎麼產生呢 其實很簡單 你在旁邊好了 比如說我在L4這裡好了 那你找到那個插入裡面應該有個符號 插入符號 那插入符號底下的話 其實這邊會出現喔 插入符號下方會出現什麼 unicode名稱嘛 那在中間的地方 下方中間會出現什麼呢 自圓代碼 那很簡單啦 你就打上00d7就好了 00d7 實際上就是那個電腦裡面的內碼 他就出現什麼 出現這個X的 不是X 這次應該是乘號 你就按插入就可以了 好那把它關閉 那再把這個X這個乘號 剪下來 那放哪裡呢 就把它放在那個 剛剛應該要放的這個位置 哪個位置 這個位置 所以呢 直接再把剛剛那個X 那個乘號 直接剪下來 然後放到公式裡面的這個位置 所以我把它剪下來之後 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的 這個小寫裡面把它貼上 OK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就會是一個 有沒有 這個 比較像X的一個符號啦 因為 當然你說自己平常 自己在練習的時候啦 我是覺得 X跟那個誰看得出來 但是 考試一定要按照他要求 考試是非常非常要求 精確的一件事 所以你記得把它剪下來之後 放到這裡打個勾 那有沒有差別 其實仔細看還是看得出來啦 那你不仔細看 真的學生應該也不會感覺 感受得到差異 感覺好像比較寬一點點啦 OK 其他應該沒什麼差 你再把他向下 向右 你再把公式 再重新讓他跑過一遍 那就會是 最後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這個 這一題的話 最後應該得到的結果 就是剛剛我做的 OK 那請各位 試試看 好不好 就是在108的 第一集 主要是把那個 九字成馬表的這個表格 把它設計出來 OK 試一下